我先走了 你学长 夜之间就出名了 屁息狼啊 怎么每个人都这样子 根本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 有这么多不幸的人写信来 什么 这是住在千叶县的吴先生寄来的 可恶的家伙 你想一个人独吞五十五亿啊 你一定会随便乱花钱的 像你这种人 还是快点下地狱去吧 他是怎么写的 开什么玩笑 让开 小艇哥们奈续子 阿良少爷 跟我结婚吧 我从以前就很崇拜你 阿良少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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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 你会沉大气的 阿良少爷 你家小岛 快跟你去行分礼了 小艇 你不搞错 干嘛 奈续子 要跟阿良少爷结婚的人是我 到昨天为止 阿良在这里 还是最糟的结婚对象 特选第一名 老爷 要我跟你们两个结婚 我还不如把五十五亿 丢到水溝里呢 你说什么 讲这句话真是太过分了 两军啊 你快点想想办法呀 所长 你要是再不出面 这些混乱的场面 没办法舒适呢 这些人是怎么搞的 对 你们快点离开 本人我到现在 还没拿到的五十五亿 所以无可奉告 愿意吵死了 拿到奖金之后 我会回答所有的问题 也会告诉你们 我要怎么用 所以今天 请你们先回去吧 就这样了 快点 拜拜